前幾天我發現新聞小方總竟然有一個在幫那個 有一個在講賴清德政府的問題的一個新聞的時候 有一個來自德國的IP說這是謠言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有一個德國的奇怪的IP 所以或許中華民國政府可能也有在做些什麼事吧 好大家好我是Base2又是我就是 現在我是要來就是提我的那個Space Hub 就是這個名字是亂取的 就是他現在還沒有名字 就隨便幫他取一個這樣子 那起因是因為就是我之前就是有做一些就是空間的研究 那其實空間 空間這件事情呢 其實以今天黑客森為例 比如說就是有一群劇立斌的人 然後在中研院這邊 然後進行一個黑客森活動 然後大家在這邊談論很多議題 那空間而言呢 我覺得空間可能會有分 對我來說空間可能分虛擬空間 然後我這次比較關注的是實體空間的問題 那我之前做了一些研究 然後其實也有接觸了一些朋友 然後他們就是他有在做空間研究 就比如說就會有這樣的資料 就是比如說這個空間他關注什麼事情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基本資料 就是比如說他什麼時候成立的 然後他是什麼樣的空間 那這些空間他跟什麼樣的事情有關係 就比如說他可能跟創意產業有關係 或者是跟科學有關係 那這些這些資料他他可以被作成一個指南 或是他可以用來呃就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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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創意HUB的研究 所以他們就會有一些資料 比如說像是馬契爾有哪一些空間 然後下面就有他們的基本資料 然後他們會去做訪問 就是這些資料 這些空間他們 他們的基本資料是什麼 然後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裡面有哪一些人 等等的 那他們之前其實也做了一個台灣的 就會長這樣 那裡面就會有一些資料就是 也是會呈現就是世界空間的資料 那這些空間帶來的議題是什麼 當然我剛才以上說的例子就是 會比較以創意這個議題為主 那其實 然後這個是我之前有收集的資料 就是全世界 全世界加台灣 全世界地圖的話一共有120筆 然後台灣有2、30筆左右 然後這個是 歐洲朋友做的就是全世界的資料這樣子 所以 其實 比如說以上的話我都是以 比如說創意空間這個議題為主 那其實就有這麼多資料 那如果我們想要討論更多議題 是不是會有更多資料可以進來 這樣子 就是以上這樣的概念 那我想 所以我想的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可以來做的可能是 人然後空間有哪些資料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就是 大家可以來找我討論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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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